美副巨人對上台北市城邦隊的比賽 目前是在前面5局打完了1比0 有美副巨人的戰時的領先 當然在安打的指數部分來講 美副巨人已經敲了8隻了 但是台北市不但是投手表現得很穩定 另外他們的手臂也幫助了這個投手相當多的忙 也讓在前面5局只掉了1分 所以現在還是保有競爭力的 前面5局打完1分的一個差距 我們在這個禮拜持續的為大家來轉播春季聯賽 再次提醒大家除了未來體育台之外 還有HD頻道 另外還有網路的YouTube上面的平台 請大家可以一起來關心 在今年103年的全國城邦家族的春季聯賽 現在在中場整體場地的時間 我們就要透過highlight 請楊老師來分析一下兩邊前面5局的表現 我前5局兩位先發投手都展現得蠻優異的 以台北市先發投手呂俊錡而言 今天主要的就是快速球搭配滑球 偶爾來個變速球 那事實上雖然是被打得八支安打 但關鍵的時刻 化解危機的能力都還不錯 那美無巨人的先發投手黃子鵬 我今天面對這個學弟我眼睛為之一亮 第一個有很好的控球能力 但在第二局控球稍微有一點走樣 很快的就調整回來 那今天快速球一般最快來到時速138公里 側頭的方式他接近四分之三 那有不錯的滑球還有變速球 那今天取得好球率非常的高 尤其前兩球取得一個好球 可以說幾乎到來百分之九十幾 所以基本上他在整個對決方面 可以搭配他的快速球跟滑球 這兩種球種的運用做得非常的好 不過前五局美無巨人有八支的安打 但到現在看起來產壘率是蠻高的 裡面當然是涵蓋了一些跑壘的狀況 沒有做好 那四死安打沒有產生 不過尤其是我要提的就是 美無巨人的一壘手朱毅賢 那那一支打到中外野深遠的二壘打 最後的結果是二壘打 但他是試得往三壘來衝刺 不過他是依賴三壘指導教練來指揮 我是認為有一點可惜 我們可以看了現在 現在畫面所看到的 他始終可以才看到這個球 清清楚楚知道他能不能跑 但他放棄他自己 應該有自我判斷的權利 然後把這個機會交給三壘指導教練 但因為這種情況之下 讓他的在進壘的一個速度變慢了 所以最終被促殺在三壘壘包 那有一點可惜 如果這個能夠跑壘做好 然後能夠安穩的 坐站在功德點圈的位置 事實上有可能 分數就有可能就不是1比0 甚至會拉開 那這個對於美無巨人來講 是非常的重要 這是在楊老師給朱宇賢的一個建議 當然這是一個關鍵上面的一個 跑壘上面的一個關鍵 關鍵上面可以在多大的進步 所以在這個前面 第四局的這一支二壘安打 當然對於美無巨人來講 是比較的可惜 因為這支的安打 最後反倒是變成一人出局 壘包上面沒人 因為其實在該個半局 後面其實還有出現一支安打 所以或許他如果能夠 待在二壘的壘包上面 那接下來可以推進到三壘 或許安打就可以回來 現在分數可以稍微拉開一些 我趁現在還值得一提的地方 今天兩隊的三壘手 還有美無巨人的吳國毅 還有台北市隊的張志強 今天這兩個三壘手 都可以說展現了非常好的一個 守備的能力 當然美無巨人的張浩瑋游擊手 那我們也在前面也看到他的一個 常傳的一個表現 我們來關心一下 今天在台北市的先發投手 李俊錡 在前面投了五局 用的球數是超過了八十個球 好球率當然是蠻高的 那總共是被打了八支的安打 丟掉一分是則是分 不過五局掉一分是絕對可以接受